女孩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结婚 结果不巧踩到裙板 整件婚纱跟着滑落下来 所有来宾都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来宾里的小孩 更是急忙被父母遮上双眼 虽然新郎第一时间 遮住了女孩的身体 但他的爷爷还是看到了 女孩背后的纹身 跟着就被气得两眼直翻 很快 女孩的父亲找到律师所 控到了举办婚礼的酒店 因为这场婚礼整整花费了他两个亿 结果却闹得他的女儿出了大酒 更关键的是 男方不愿意结婚了 他们家可是当地的大财法 光是彩礼就给女孩送了一块地皮 现在煮熟的鸭子飞了 你说酒店这该怎么赔 女孩的父亲表示 至少得赔十个亿 否则免贪 按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